每张火车票背后都有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代车票硬纸板制作印有盲文 红车票代表一般火车 白车票代表慢车 绿车票代表成绩火车 售票员根据旅客要求在车票上印日期、地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 深圳火车站率先计算机售票 发售软指式火车票 1997年 统一计算机车票试样 现场打印车票 2008年开始 部分大中城市火车站开始发售磁卡式火车票 近年来 售票系统换代 车票下方有了二维码防伪标记 2010年春运 广铁集团成都局试行车票实名制 2012年元旦起 所有旅客、列车实行了这一制度 乘客买票、坐车要登记 核查个人真实姓名和身份 现在 中国铁路全面实施电子课票 旅客可直接刷身份证 或出示二维码进站检票乘车 直至车票退出历史舞台 车票的变化表明中国铁路的跨越前进 全国铁路经过六次大提速 随着12306在内的全国铁路客票系统的研发和运维工作 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出行 春运时 为了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12306使用了两个公有云 实现双云互备保障 日均售票能力从1000万张提升到1500万张 最高峰时 疫苗可同时卖出420张 真实坐地日行八万里 寻天摇看1000盒